随着春夏季的到来 气温逐渐升高 网上有传言说 新冠病毒会通过蚊子的叮咬传播 你们相信吗 咱们就来聊一聊 各位YouTube们B2们大家好 这里是漂漂亮油管仲谈 我是BP 今天咱们来讲蚊子 是否是无症状感染者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蚊子的 前世今生 一谈到蚊子 大家都知道 炎热的夏天 蚊子肆虐 不仅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休息 若被蚊子叮咬 还可能被传染疾病 那么蚊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咱们说一说蚊子的来源 此蚊子在水里面产卵 一两天后就孵化成幼虫 幼虫经过四次的蜕变成蛹 蛹继续在水中生活两天 即羽化成蚊 完成一代发育大约需要十天到十二天 一年可以繁殖七到八代 在短短的十天左右的水中生活里 不仅仅其褪皮就有四次 在形成成虫的过程当中 经过蚌蚪的袭击 蜻蜓幼虫的袭击 同类的袭击 确实是怎么样千里挑一的成活率 所以每一个我们看到的 非浙的蚊子都比大山的孩子考上大学还难 你这是在夸奖蚊子吗 崇拜的意思 不是 只是赞叹大自然的这种神奇 一个小小的蚊子 都是经历如此的沧桑财成正果 而后还有很多的生活艰辛 或者被牛尾巴扫死 或者被人一巴掌拍死 如此如此的命运 那么蚊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看蚊子如此的神奇 它们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其实在遥遥无奇的洪荒时代 要么飞沙走失的混沌 要么晴空万里的幽荡 要么海阔天空的深蓝 而那时的地球上 是否就已经有了 嗡嗡嗡嗡嗡嗡 飞来飞去的蚊子呢 根据科学考察 在2.26亿年前 三叠纪就已经演化出蚊子的十足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侏罗纪公园之前 就已经有了蚊子 最初演化出蚊子的区域 是现在的南美洲 接着逐渐的向北京迁移 到了牢牙古路 接着再迁徙到南部 迁徙到热带地区 美国有个古生物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威廉·鲁布斯 查尔斯宣称什么呢 蚊子和大象起源于同一个祖先 其实这个问题 一直是生物学家 遗传学家等等 各个科学界 没有停止的讨论的研究的话题 这则消息一出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美国的一家 很平常的报刊杂志上 很多的吃瓜群众 就把这种荒诞的怪异的学说 作为一种笑谈 认为这是科学家们 闲着无视在吹牛 但这一信息在国际的古生物研究界 却炸开过 这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到底有多大呢 查尔斯最终公布了他的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他在研究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在50亿年前的远古时代 大象和蚊子同属于单细胞动物 它们的共同的祖先 是一种来自水中的微生物 再经过地球多次的 大规模的演变 气候的转移 这种水生物呢 在一步一步的演变的过程当中 就形成了早期的蚊子和大象 远古时期的蚊子和大象一样 都是长着长鼻子的爬行动物 蚊子大概长有一米多长 太吓人了吧 只要是蚊子吸血的话 那不跟吸血鬼差不多了 没事的 其实你也不用怕 当时的蚊子的话呢 其实是不吸血的 它们吸的什么呢 它们吸的是植物树干上的枝叶 而大象当时也只有一米多高 两米左右长 像现在的这个小象 像现在亚洲象里边的 未成年象差不多大小 在大约的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时代 蚊子才真正的演化成飞行动物 生物界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蚊子 命名为蚊子的始祖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 各种节制类的动物呢 逐渐的向高等动物进行发展 这一时期的蚊子 进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体积越来越小 由和大象一样的管饰鼻子 变化为针刺吸管 最早的化石证据是来自于 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缅甸琥珀 据近几年的金氏世界纪录显示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蚊子 是展现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的金斧巨蚊 这个蚊子有多大呢 40公分长 大约有这么大 确实是够吓人的 这也许就是蚊类的祖先 这就是蚊子的演化与启人 由于蚊子吸管的进化发展 当时像母鸡大小的蚊子飞来飞去 或许它就当时把恐龙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那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那它远远的早于人类啊 那是当然了 最早出现的人类应该是在400万年以前 是在侏罗纪公元之后 然而的话呢 蚊子的出现要远远的早于人类 也许有人会说在人和恐龙有并存期 这个咱们将来再慢慢的讲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从宇宙的起源到人类的起源 太阳系的产生 以及到生物的起源到蚊子的起源 咱们现在又是以一种什么样 倒序的形式 好多好多的起源啊 是的 那是必须的 以后的话呢 所有的起源 我们都会讲解到 包括这个星体的形成 宇宙的起源等等等等 咱们再回到蚊子的话题 在世界中大部分的地区 蚊子其实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估计每年有7亿人被蚊子 传染各种疾病 而且每17个死的人当中 就有一人的死于蚊子传染的疾病而致死 蚊子每年杀死100万人 尤其是在热带地区 多种传染病由蚊子传染的人类 蚊子对人类的伤害 其实远远的大于火山地震 一般的瘟疫 尽管是现在的新冠病毒 也没有造成这样的死亡数字 蚊子的力量是强大的 例如还有在这个北美洲 有一些地带由于大片的蚊子存在 致使什么呢 致使犀牛改变了它的迁徙路线 改变了狼群的生存居所 甚至在亚马逊 蚊子竟然是环境的保护者 没有人敢接近亚马逊 没有人敢去大肆的砍伐 就是因为蚊子的存在 所以蚊子的威力和对病毒的传播 自然就给人们以警觉和敬畏 在2005年某些国家的边境地带 为了防止蚊子跨国境传染疾病 在边境线上竟然放了上万只鸡 目的就是吸引蚊子叮咬 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防疫措施 全世界的虐蚊鼠的成员 一共有400多种 其中85种能够传播虐疾及疾病 虐蚊虫做个比方 是主要的人类的死因之一 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童 更容易受到虐疾的寝蚀感染 或者是导致死亡 每年有300万的人死亡 就是因为虐疾 在非洲的话 每30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亡于虐疾 其实是很可怕 大部分品种的蚊子的话 其实都会传染病毒性的疾病 比如说丝虫病 黄热病 登革热 日本脑炎 再打病毒等等 那么那蚊子传染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其实此蚊子在吸收血液之后 如果叮咬了病人 那么病原体的话 就可能在蚊子体内生存 然后的话 去传染其他的人 其他被叮咬的人 每一种蚊子的话 传染着不同的病毒 但是不是每一种蚊子都可以传染 每一种病毒的 只有特定的种类的蚊子 可以传播特定种类的病毒 如果病毒被不传染疾病的蚊子吸取的话 则在蚊子的消化系统中有一种叫做酵素的 它可以杀掉病毒 使蚊子即便去叮咬叮咬别人 也没有感染力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蚊子可以传播病毒 但不是传播所有的病毒 不同的蚊子传播不同的病毒或者疾病 所以说对于新冠来讲 我们暂时得到的结论是 没有证据证明其传播 当然每个人的防范还是要必要的 重要的是做好防护 防蚊剂少外出 期待新冠在蚊子出现前就自动灭绝了 像SARS或者MERS一样 那每个人都安全了 讲到这里似乎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但是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那就是蚊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韩武纪生物神秘大爆发时 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的生物都在同一时代出现 只有穿越才可能看到真相 但是地球从那一刻起 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蚊子的旅程 蚊子不断生长在森林里 生长在草原上 甚至生长在沙漠当中 只要有水或者潮湿的泥土 沙子的地方 蚊子就会不断的滋生 只要有露水 有树 有动物 有植物 只要是有一点点的资源 那么蚊子的存在 就成为一种可能 蚊子的存在 是地球表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炭气生命 一个马蹄坑里的水也能够让蚊子在里面产卵 然后生长繁殖 蚊子甚至可以把卵产在土壤里保存十年 等到只等这个条件吻合的时候才会发育成幼虫 他们从来不担心大自然缺少这种生命资源 蚊子从来不用担心食物 一个小小的蚊子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他的生存时间并不长 雌蚊子十天到一百天 雄蚊子十天到二十天 但在这短短的生命当中 他们从来不考虑赚钱升官发财 他们只是简单的生存 在简单的生存中来完成大自然的神的使命 因此说蚊子其实是生活在地球上非常完美的乌托宝 虽然有时候要猫人生命的危险 是吧 是的 对于生物的个体来讲的话呢 确实是很危险的 但是呢 对于物种来讲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世界在某个角度看来 是由无穷无尽的网组成的 有些我们看不见 有一些我们看得见 看不见的如暗物质 磁场 甚至空气 看得见的 那就什么呢 飞来飞去的蚊子 是一张人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大网 他们是自然界的过滤器 或者是调解者 曾经有人问 既然蚊子传播疾病 祸害人 那么上帝为啥还要蚊子存在呢 答案是 如圣经所言 神造万物 万物皆完美 一切的存在 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当世界上的生物多了 它们就多繁殖一些 然后传播适当的疾病 来控制生物的过度繁殖 生物少了 它们就少繁殖一些 这就是蚊子的神秘 这就是蚊子的使命 是世界生物平衡的调节器 这个都是很新的观点 蚊子大军和蚊子大网 不一样的视觉 关键是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 从人类个体的生存角度 蚊子是一个 是一种地域道道的害虫 但是从地球的大环境来看 它是一个平衡网 主宰着生物的上上下下 微观调整 如果蚊子的调节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那就用其他的方式去调整 比如说病毒的传播 于是这种病就用病毒去调节 或者是发展成瘟疫的范围 如黑死病 西班牙大流感 及现在的新冠疫情等等 都是自然法则的一种调节手段 或者称作是看不见的上帝之手 所以我们可以防范 或者是什么呢 消灭局部的文字 但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反自然法则 如改变蚊子的基因的方式 来消除这个自然法则中的一张大腕 因为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真正的地球保护者 OK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知道老飘是达芬奇的穿越 知道达芬奇是买彩蛋的鼻祖 在飘哥的每个视频当中 6分30秒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互动的彩蛋 在右上角 你值得拥有 点击右上角的白条 不会影响你看视频 但是那里面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精彩 那么还有其他两个彩蛋 大家去慢慢找好吗 希望我们在将来的视频中 更进一步的互动 独在一厢为一处 每逢孤独看飘哥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